國會擴權法覆議案投票 立法院長韓國瑜 壓軸現身領票 不甩民進黨質疑聲浪 韓國瑜從圈票到投票 一氣呵成 國民黨立委拍手叫好 在藍白護送下 韓國瑜投完票後 火速回到主席臺 而最後開票結果 韓國瑜通通投下 反對覆議案 也讓民進黨立委 直呼離譜 你是國家的立法院長 而不是國民黨的立法院長 真的不要把自己的格局 坐小了 甘心淪為傅昆奇的小弟 根據立法院組織法的規定 立法院的院長 也應該保持公平中立原則 國民黨立委謝龍 戒則駁斥韓國瑜的投票 是捍衛立法院 沒有不中立 事實上韓國瑜 並非首次參與 覆議案投票的院長 王金平在院時 就曾投過六次 而在民進黨國會過半時期 因為沒有覆議案 所以前院長蘇嘉全 及游錫昆 都沒有參與投票 但韓國瑜主持議事的爭議 不止這 或許就怕再被貼上偏袒藍白標籤 面對民進黨立委認為唱票方式造成誤解 韓國瑜立刻才是重新唱票 但不只他小心翼翼 為了避免上回政府院長投票時 民眾黨立委陳昭姿 勿沾印尼變廢票悲劇重演 國民黨立委黃仁投票前還督嘴吹了又吹 就怕沒乾 陳昭姿也跟著黨團一起亮票 覆議案投票落幕 但仍有不少插曲發生 三立新聞 黃沈褲兩民軍小組 台報到